剛才我講到一定要講業績期 先講講今天一定市場的焦點就是中移動 先描述一下一些重要的大數 上半年營收和盈利增長是好過預期的 收入就升了1.2元 純利703億人民幣 增加近1.9元 派會股就是2.2元 這個港幣的中期息 案年增加近3.5元 派息比率不夠5.8元 如果跟去年全年派息比率六成來計算就略略低過 不過他們的董事長楊潔也透露 今年全年的派息比率可能會高於去年 又說2023年的目標就是要達到七成 還跟大家說簡單計算一下 就可以猜到今年多少 中移動其實大家之前都在等待 業績公佈之前都有點憧憬 現在就出來了 你怎麼看今次的業績和派息都不收貨 對於股價接下來的走勢又怎樣看 正老 我想股價應該也有正面反應 因為始終我想這段時間 特別大家都留意到一點很有趣 就是你肯派息或者派高息 或者你的業務比較穩健一點 其實已經是好手課 即是股價一陣子回來都可以升 所以我想今次 始終你嚴格來說 雖然說派息比率五成八 好像比去年六成還低一些 即未去到六成 但是理論派息壓度來說 中期有兩個意義是力氣最高的 甚至乎以今次中期的派息 那個暗年的升幅三成期 比起它順利增長大概一成八一成九 其實是更多了 即其實它是對比去年上半年來說 都是扯高了那個派息比率 所以這件事來講 其實市場都是比較受落的 還有剛才也說了 就是大家都在看下半年 其實它自己的管理層也有提到 就是下年要七成的了 而去年六成 那今年一定高於去年 那現在五成八 那你可以看到下半年 六成半 那你下半年其實都可能是有得再升的 那所以如果全年這樣算 你的息率其實很狠 可能真的九厘 八厘幾厘 九厘真的走不掉 那所以如果你說股息率有八、九厘 這些位置 是非常之吸引的 就是因為說真的 現在說了什麼加息週期也好 年底還是維持可能三厘半左右 那你都有八、九厘去收 其實你減了 就是過去幾個星期都不斷說這個 你很簡單去扣減 你都還有可能四、五厘落袋 大家一定是非常接受的 那所以再加上其實中二棟 這些類型的業績又很穩陣 就是雖然未必下下求很高增長 但是現在穩陣都已經很受課 所以這件事情又絕對不擔心 中二棟有什麼業績很大的甩陋 或者走樣 但是當然 這次你說那個純利增長比較強 那因為某場上去年基數比較低了 因為去年他也有做很多的減值 或者相關的那些無形資產 那些虧的虧損等等 其實是撥在去年 那所以去年元素比較低了一點 那所以今年就會 這個半年會升強一點 那所以其實他自己公司都預期下半年 你就不要預期全年的增長 都是維持得那麼高 但是我想就算可能慢一點 那一乘充一點 其實已經比過去中二棟 可能一個中至低單位數增長 算是快的了 那所以今年全年的盈利增長 應該都能夠維持多 相對一個好一點的增速 那所以也考慮這件事來講 那你計算股值也不是貴 那現在只有8倍 那預期7倍多的PE 那完全是撐得住了 那所以我覺得股價 你說繼續反覆地市分高一點 我覺得機會性還是比較大 那但是 那當然我想這個心態 都是用偏中性一點 因為始終 剛才說了一堆好東西 那但是始終 中二棟的股價 即是股份來講 是否下下用來短炒呢 特別你過去整個8月初 可能由48、49那些上來 其實現在51、2 以它自己來計算短短些 可能18天升了4、5元上來 差不多一成 其實算是很厲害的 那所以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再有一個很大升的空間 可能短期就未必這麼明顯 那但是 你說負責中線的收息也好 或者慢慢國家 可能穩步向上的角度來計算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可以考慮的 是 那我看到現在競價時段 都升了2% 那 沒有貨的投資者今天 可不可以追入呢 有貨的話 我建議這個策略應該怎樣 有貨當然會照夾 就是無論你是短炒好 還是怎樣都可以照夾 但是 如果沒有貨 買不買呢 我想看看剛才說到的策略是怎樣 因為剛才我自己分析了一堆東西 都是說可能真的中期一點 一些前景的派息那種 那種 那如果你說 未有貨 想收息的 那當然你這些可以買 但是下降一些就再加 就是慢慢分架 這個當然自己去衡量 那個注碼上的比例 那如果不是的 你純粹都是想斷炒的 就是覺得業績好了 應該還有一陣子爆一下 那當然體圖 其實它不是沒有條件事分高一點 因為過去由五月份至今 其實正在走進一個 叫做小小環區間 其實截至昨日來講 和五月份那一段 兩次高位都是 挨近52.3 52.5 左右這些位置 其實現在初步應該是升穿到的 就是今天來計 所以我想你看看 今天來講 突破完之後 是否繼續站穩 在可能52.5樓上 如果是 那以過去這個環區間 大概就49到52.5 都有三個半左右 那如果這樣跌上去 可能試回55 56 也要求二份的高位 有機會 所以如果純粹看圖 你要炒的話 可能你還是薄些 可能三元左右 但是 向下來講 如果這些位置 你入了場 而向下的 我覺得定下50.5 做紫舍會比較好一點